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乌冬公投的状况 从9月23号进行到9月27号 虽然美国的CNN报道说 这里头出现第一个没有国际观察团 第二个是有一些军队 被拍到他挟持人民去投票 不过一般的看法 这应该是部分少数的状况 因为你看底下的最后的得票率 这应该不可能是全面的情形 在整个主要四个地区里头 卢干斯克是俄罗斯全面掌控的 总人数人口是210万左右 支持加入俄罗斯的得票率高达98.42% 在对内斯克俄罗斯并没有全部占领 还有一部分仍然在乌克兰的手中 他占领的地方是405万人左右 支持加入俄罗斯在这个地区高达99.23% 在扎伯洛热这个地方人口是163万 这个地方支持加入俄罗斯的比例比较低 93.1%还是相当的高 在赫尔松这个地方呢 乌克兰语系的人有比较多一点 俄语系的人没有占这么高的绝对比例 他的总人口100万左右 支持加入俄罗斯的得票率仍然相当的高 高达87.05% 而全世界不承认这个公投 认为它是虚假公投 某一个程度来说 我们是一个保留的一个态度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公投呢 除非它在程序上有假的公投 它在程序上 它不让部分的民众公投 它让所有的人都去公投的话 你可以根据国际政治的利害 你承认或不承认 但你不能说它是虚假公投 2014年克里米亚也曾经举办过一次公投 当地是189万人左右 公投的日期是2014年的3月16号 当时支持加入俄罗斯的得票率是96.77% 人类可能在近代史里头 记忆最深刻的是波勒德海三小国的公投 1991年第一个公投的是立陶宛 当时立陶宛的独立公投相当的感人 人口数370万的立陶宛 公投日是1991年的2月9号 当时支持独立的得票率是93.24% 接着是Estonia的独立公投 它的公投日是3月3号 它的总公投人数是156万人 最后支持独立的得票率是78.41% 为什么比较低 因为这个地方的鳄语系的人是比较多的 拉脱维亚情况也是如此 也是3月3号举行 总人口260万里头有大概20%到30%左右 都是鳄语系的人 同样在1991年3月3号 跟着Estonia一起宣布独立的 是拉脱维亚 当时的独立公投 支持独立的得票率是74.9% 总人口265万 这两个地方所以都只有70%几 因为当地有将近30%左右的人 是鳄语系的人口 这是1991年当时波勒德海三小国的独立 而这个独立被西方承认 当时苏联本来不肯承认 后来承认之后 各联邦就一一公投 宣布独立苏联最后正式的刮解 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